早前,Netflix举办了See What's Next Korea 2021的发表会 总结了2016年至2020年间 Netflix对韩国影视、综艺等内容的超高投资 并且也介绍了2021年准备对韩国投资的 约5500亿韩元韩剧影视的最高纪录计划 Netflix不仅提供多元化的线上观影功能 也制作一些受欢迎的原创作品 例如2020年Netflix排行第一的热播韩剧爱的迫降 施展朝鲜、人性课外课、生命线索、胜利号等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将有哪些让人期待的Netflix韩国影视作品呢 DP狗日子 主演丁海银、金成军 改编自点阅率超过千万的韩国人气网络漫画DP 是以军队、宪兵队逮捕组为背景 真实地描写了韩国军队内部的残酷行为与人权问题 与丁海银先前拍摄的林家少年 年夏南感觉完全不同 这次他饰演二等兵 某天突然被提拔为脱离军务的逮捕组 一边追逐逃兵 一边面对混乱的青春 《竞技的大海》 主演孔刘、裴斗娜 由影帝郑宇盛担任制作人 并邀请由阔别小萤幕多年的孔刘、裴斗娜 男团MBLAQ出身的李准等实力派演员 为了解决未来世界的地球 因沙漠化等问题 带领一般精英到外太空寻找拯救人类的方法 但虚无缥缈的太空中 有种种未知等着它们 也让人非常期待 这出气会引爆怎样的话题呢? 《施战朝鲜》 《亚信传》 主演全智贤 朴炳恩 《施战朝鲜》可以说是打入韩国与亚洲市场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 虽然不是韩国的第一部丧尸片 但却让全世界注意到韩国影视产业的细致与超高完成度 也让《施战朝鲜》连续两年制播都有超高人界 2021年 也确定《施战朝鲜》将以外传《亚信传》回归 由传志贤主演 讲述他所饰演的亚信的真实身份 和丧尸的出现以及生死草的秘密 饰演育婴队长的朴炳恩也确定出演 《喜欢的话请响铃2》主演金索玄 郑嘉兰 宋江 《喜欢的话请响铃》在Netflix播出的第一季获得了相当多好评 第二季则由原班人马演绎 主角们脱下学生制服开始了他们的职场生涯 然而 当年尚未结束的三角恋是否会有结果了呢? 究竟女主角会选择谁呢? 这些情绪转折预料也将深深吸引粉丝们的心 《地狱》主演刘雅仁 朴正明 金贤猪 同样改编自网络人气漫画的《地狱》 讲述着阴间使者根据人类的行为进行审判 并将其带入地狱 刘雅仁饰演的《新兴宗教首长》更是相信阴间使者的到来是上帝旨意 而金贤猪与朴正明则饰演追查新兴宗教真相的女律师和电台PB 这样的情节也让人觉得相当刺激 由《夫妻的世界》中最强小三 韩素希 及离太院class 安普贤 联手主演的My Name 可以说是最期待的韩剧之一 故事讲述着女主角为了替付报仇 变成卧底警察 但又被发现身份并坠入爱河的故事 让我们期待二人给我们带来的演技反转 《墨鱼游戏》主演李正仔 朴海秀 如果能在一场生存游戏中赢取巨额奖金 你会参加吗? 在《墨鱼游戏》中 主角们为了赢取4000万美金的优渥奖金 参加了这场考验人性及生存的神秘游戏 《十分期待》李正仔 朴海秀 将在戏中展现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生存游戏的精彩样貌 《现在我们的学校》 主演 尹灿荣 朴之后 赵宜贤 由韩国网络漫画改编而成的《现在我们的学校》 听起来是个浪漫的作品 但其实是讲述着被丧尸病毒肆虐的高中 在全校沦陷之际 一般未感染的高中生为了逃生 他们不得不与丧尸在校园里正面交锋的故事 《Move to Heaven》 《我是遗物整理师》 主演 李蒂勋 汤俊相 2020年火爆韩剧《爱得破将》中的 北韩F4盲内汤俊相 将在《我是遗物整理师》中 全是一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少年 与曾出演Signal的李蒂勋 一起经营一家遗物整理公司 透过整理往生者的遗物 让两树枝重拾人生的希望与美好 以喜剧为题材的《希望明天地球灭亡》 讲述着在首尔某间大学的宿舍内 不同国际的学生的友情 爱情 以及一同生活的各种趣事 让我们一起期待追起来吧 好啦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更多的更新 那我们下次再见